讲人事变动 之前在思想兴趣报中为大家介绍了中国军工派系的崛起 说到组织人事变化 陈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来自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就分析了陈希与习近平 在整个两个人这个职业生涯变动中的交集 陈希之前是组织部的部长 十月二十大之后进行人事调整 陈希的职位居然没变 直到上个礼拜才被李干杰所接任 是不是真的有清华帮这么一说 是不是习近平在福建远程在清华进行学习的时候 陈希驻习近平拿到清华学位有功 因此和习近平结缘 两个人坐同宿舍的室友的时候 有怎样的一段故事 陈希当年又是怎么样差点留在美国的 咱们长话短说 请和平先生介绍 这个里面是阴差阳错碰上来的 他们两个人同一个寝室好长 还是说同一个上下床 那是两个人都是功能兵学员 一个我们知道是从陕西到了清华大学 而且还有一个人帮了忙 就是高岗的这个夫人 当时是高教部吧 还是教育部的一个高教司的司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福州大学机械厂 福州大学的辐射工厂 也是功能兵学员去读了书 结果呢 就是这个陈希就回到了这个福州大学 没想到他还一个人又回到清华大学读研究生 这一下子就奠定了他的地位 因为清华大学和这个后来的这个清华帮 就是在江泽民时候 这个朱镕基时候的清华帮 他就奠定了一个基础 而且这个时候他很有趣 他还跑到美国来当这个访问学者 当时候到美国当访问学者的高官呢 就是培养的第三代培养人才 还不止他一个 包括周小圈 还有好几个我认识的人在美国 当时就正好呢 就是六四之后不久 大家都有一个机会 如果你在中国来的 你就是留在美国 当时候陈希呢 是在斯坦福大学 周小圈也是在西部 当时就说哎呀 这个这个留下来算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很多的这个清理的 财俊呢 所谓的培养的这个三历代的人呢 有多数就留下来了 多数留下来了 后来有一些人是九十年代 九二年 九七年 九八年才回去 当然也得到重用 当然这种重用的程度 跟陈希和周小圈就完全不同 周小圈后来成为了中国的经营系统的掌握人 而且是时间非常长 延长了他的央行的行政任期 而陈希回到清华大学 他本来就是一般性的这种 清华大学的这种 党委的培养的这个班子 但是因为碰上习近平掌权 所以他这样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领导人 就马上被习近平列为了最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么合作伙伴 其中习近平有一个特别的洁癖 我们之前讲了 他用这个所谓的航天帮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航天帮跟腐败比较遥远 而这个陈希呢 在清华大学是有很多腐败的机会的 但是根据我所认识的朋友 去这个陈希家里去看呀 说陈希家里到了 多少年以前他在清华大学工作的时候 他已经是清华大学领导人了 说他家里的那个住房的那个情况 实在的把设 但是相当于八十年的那种县级领导人的那种 那种属家的这个状况 就是被认为就是非常连接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很多因素啊 因差阳错加加在一起 那习近平现在当了这个领导人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人才不够 你光是用浙江 光是用这个福建 他们当然是很有地方经验 你一时也不得不用他们 但是这些人的境界 这些人的专业 对于面向未来来讲是有问题的 所以 从浙江到这个福建 下一步真正要重用的 就是清华大学的人 而清华大学的这个 掌门人又是陈希 所以陈希在中国的组织体系里面 一个是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第二个是跟未来人才的安排有极大的关系 因为在我们的角度来讲 二十大刚开完 但是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是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二十三大 甚至二十四大的人才他都开始布局 而这个方面呢 就是陈希大大地拉长了他在中国政坛的这个作用 所以他中组部的部长很长时间在移交出来 现在又在中央党下的校长还没有下来 所以他即使是下来了 我相信在组织人设方面来讲呢 他还有很长的这个影响力 而这个很长的影响力又来源于当年的一种巧合 正好是上开床 正好又是到福建去 正好又来读了研究生 但是有一个机会让他锻炼 就是1990年 那个时候六四刚刚发生 结果他没有锻炼又回到了中国 然后让这个故事变成了今天要讲的内容 好谢谢和民先生介绍啊